欢迎大家来到自由发声,我是007 今天是端午节,端午节在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大节 首先007在这里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 端午节要吃粽子,要爬龙船 我们从小都知道,在广东不仅要爬龙船 还要吃龙船饭 007一直以来以为爬龙船过端午吃粽子是中国的传统节日 但实际上这个节日却并不是中国所独有的 整个东南亚很多地区都有爬龙船 那么本期节目007就好好来给大家讲一讲端午节 讲一讲爬龙船 在中国传统节日其实主要的目的就是吃喝 但端午节是一个比较特别的 除了吃粽子,喝熊黄酒之类的,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叫做 华龙舟,广东人叫爬龙船 首先我们要知道爬龙船,划船这些项目 不管它是运动也好,还是进气的也好,这些有船的传统项目呢,肯定是源自于南方 而且中国这种爬龙船,划龙船的这种项目呢,和东南亚大部分地区的核动内容是非常非常相似的 从越南,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都有类似的项目,类似的节日 OK,关于船,关于龙船呢,这个我回头再说,我们中国人讲的民以食为天 那么我先来给大家讲讲吃,端午节吃粽子 我想这个是家喻复晓的了,粽子是有什么做的呢,其实就是糯米饭 而只要你去过东南亚就知道,泰国也好,缅甸也好,千山也好 这些地方最重要的特色的食物就是糯米饭 那么它们有什么渊源呢,要解开这个谜呢 首先我来给大家讲一讲中国的菜 我们今天知道中国菜在全世界都出名了 中国的国家电视台还搞了一套电视节目叫舌尖上的中国轰动一词 按中国人的理论,中国菜分为八大菜系 川菜,香菜,粤菜,敏菜,蔬菜,蔬菜,蔬菜,灰菜,卤菜等等八大菜系 本期节目001首先要颠覆大家的三观 我认为这个八大菜系的所谓的区分是不对的 这个分类为什么不对呢 比如说西北最重要的菜完全没有体现 各种由阿拉伯人,波斯人带来的饼和狼 牛肉,牛羊肉,面为主食的地区没有体现 比如说像今天南州拉面,羊肉泡馍,蒙古烤肉 新疆羊肉串,大盘鸡等等 在中国的这八大菜系中是基本上看不到 或者是非常不重要的 所以说现在中国的所谓的八大菜系的分类法是不对的 除非你要认为中国的西北部和中国的北部蒙古人都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OK,那么007认为该如何划分呢 实际上如果要划分的话,中国的菜要划分为三大菜系 不用搞什么八大菜系,九大菜系,十八大菜系那么复杂 很简单直接明了的,中国菜一共有三大菜系 第一个是南方菜,第二个是中原地方菜 第三个是西北和北方菜 我们先说北方和西北菜 北方和西北自古以来就是游牧族群的世界 从匈奴到近代的蒙古人和女生人 他们不仅经常入主中原,当了中原的统治者 因为相对于中原他们的军事和政治的强势 在文化的习俗包括饮食上也深刻的影响了整个中国地区 比如说像什么烤肉啊,拉面啊,面食啊 所以说在中原行程,很多中国地区北方人是以面食为主的 然后肉类是以牛羊肉为主的 他们的菜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没有太多的香料 口味相对比较简单 食材也不是特别丰富 鱼类和海鲜是非常罕见的 第二个我们来说南方菜 第二个菜系是南方菜 南方菜是从云南到广东广西福建一带 也就是在中国的南中国 历史上称之为北越地区 所谓的中国的大部分的少数民族都居住在这些区域 相对于北方和西北地区的游牧族的政治强势和军事强大 南方的北越族群对中原的影响更多是文化,经济,生活,习俗等等方面 包括饮食 所以说我们看到今天南中国的人吃饭的主食是叫米饭 是以米为主食的 肉类除了猪肉之外呢 他们吃的更多的是海鲜 和鱼类 他们的烹饭方法相对于北方菜就复杂 它繁琐会添加各种各样的不同的香料 还有各种植物 使用的食材呢 大部分都比较新鲜 以甜酸 纳口为主 南方菜的非常重要的特点 如果你去过东南亚 如果你了解这个整个世界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南方菜系和印度和东南亚的习俗和吃法更为相似更为接近 从食物的口感和新鲜度和吃法来说 我们会发现南方的人和东南亚的人更像是一家人 第三个我们再来看中原的菜 在大清和民国时代称之为中原十八省 你会发现中原的菜呢 并不是他们独创 也并不是他们特别发明出来的 而更像是南方菜系和北方菜系的中间产物 经过两千多年的历史 我们会发现 中原地区的口味也好 食材也好 是在北方菜系和南方菜系之间的一种不停的交融 影响之下的一种产物 不管是川菜香菜蔬菜淮阳菜上海菜等等等等 都是在这种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习俗之间交流融会影响之下产生的 而今天中国的所谓八大菜系呢 完全没有体现北方和西北的对中国的这种影响 我们要知道在今天起码有一半的中国人是以面食为主的 而这个八大菜系的划分呢 是以中国南方菜系或者是深受南方菜系影响的菜系的标准来划分的 所以说这个首先是一个非常不准确的一种划分 这也是为什么007要认为中国的菜系要真正的划分就是三大菜系 南方菜北方菜和在中原地区受南北文化习俗饮食影响之下的产生出来的各种菜 OK那么有的人肯定觉得南方菜跟东南亚的跟印度的没有关系啊 就是我们中国人老祖宗自己发明出来的嘛 OK那么007再来给大家讲一讲南方菜最重要的一个菜就叫粤菜 那么我来给大家讲一讲粤菜 众所周知粤菜就是所谓的广东菜啊 广东人的口味就是中国标准的南方人的口味比较清淡 广东菜以清淡为主原汁原味保持食材最原始的鲜味是广东菜的灵魂 而且广东面朝大海所以说它的菜有大量的海鲜 OK这就是广东菜粤菜的一个特点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所谓的广东菜所谓的粤菜源自于哪里 它源自于所谓的淡加菜 什么叫淡加呢 这是一个广东话哦 它的意思是指在水上生活的人家 它们的小船像一个鸡蛋壳一样 在大海或者在水里食饮食线 但却不会沉没 淡加的历史非常的悠久 甚至比中原王朝的历史还要悠久 比所谓的中国最远古的皇帝还要老 它们分布的范围也非常的广泛 从广东广西海南岛香港一直到整个东南亚都生活着这样的族群 这种在水上生活的被广东人被中国人称之为淡加 它们并不是一个种族的概念哦 就相当于我们看北方的游牧族它们是以骑马来的族群 但是它们并不是一个族群 它们有蒙古人有女真人有匈奴人有回合人有鲜卑人等等等等 而所谓的淡加呢就是以船为马以大海为草原生活的一群人 它们实际上并不是血统上来说的一种族群 团就是它们的马匹大海就是它们的草原 它们是在以周围家生活在海上像蛋壳一样漂泊在海上的一些族群 它们的历史和北方的游牧族的历史是一样的悠久 007在功夫的专题片里面专门给大家讲过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哦东南亚的发源史 OK 那么为什么说粤菜的灵魂就是淡加菜了 我们大家都知道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比如说粤菜里面的亭仔粥 猪脚浆各种海鲜和鱼类的制作 鱼竿啊鱼丸啊鱼皮饺啊还有各种用糯米制成的糕点 糯米饭啊淡加糕啊 所谓的淡加菜最重要的特点是新鲜要吃食材本身的味道 不要加太多的调料以海鲜为主淡加讲究的是不是这个食杰的不吃不鲜美的不吃 每天的饮食中都离不开海鲜或者鱼 我们知道粤菜最出名的就是海鲜嘛 海鲜的烹饪方法大部分都来自于淡加菜 OK我们就知道了粤菜的灵魂其实就是淡加 更直接一点的来说就是来自于海上的游牧民族淡加 和游牧族对马匹的崇拜相似的是 海上的游牧族群最崇拜的东西自然就是船 在东南亚在泰国的寺庙之中 你会发现很多壁画也好雕塑也好 或者做出来的一些崇拜物有的直接就是船 所谓的端午节华龙船在中原的传说中是纪念屈原的 根据考古学的研究啊 在屈原还没有出生的一千多年之前 在南中国湖南广东一带就已经有了华船和这种华船的节日 只不过后来改名叫做龙船 在整个东南亚都有类似的节日 划船的节日 船上可以是有龙也可以有福教的 印度教的一些装饰品 或者是怪物的形状 神仙的妖怪的形状 一般呢他们也称之为划龙船 OK大家都明白了 我今天讲了两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船农船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关于食物的问题 还有第三个 因为这种海上的游牧族群 除了爬龙船呢 吃糯米团子呀 吃海鲜各种食物啊 他们还带来了整个东南亚和中国南中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 叫做海盗文化的现象 他们就像北欧的维京人一样 实际上影响是非常深远和历史悠久的 最近BBC写了一个专题 就是南中国海有一个著名的女强盗的女王 叫做郑一嫂 但是本期节目的时间就差不多了 关于南中国海的海盗和整个东南亚的海盗 包括明朝的倭寇 那也是一种海盗啊 关于这个话题呢 007以后再开节目给大家讲 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自由发声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